长林姐 你对每位选手 都提出了非常真诚的建议 在生活中 适当人生导师的类型吗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 蛮好的聆听者 周遭的朋友 如果有心事的话 我会非常愿意聆听 然后再给予他们 最真诚的一些建议和安慰 我觉得还是要有 很多的同理心吧 然后最主要是 跟这些女孩们相处 知道她们都是追梦的人 那我也曾经是 其实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都还是一个 追梦的人 所以我会特别理解她们 如果让你给一个人生建议 你会说什么 问自己吗 这个问题你得问自己 绝对不能问别人 因为只有你才可以找到答案 时间不是问题 但你一定要用时间去找答案 在你的人生中 最想拥有什么 吃不胖 现在没有拥有吗 没有 不好意思 每天一餐有点饿了 选手中有什么特质 特别打斗你 有点多 其实我现在脑中就有非常多的人 不受数据影响 燃烧自己的能量 的那种特质 因为你一定会一直不停地 看见自己的数据 上上下下起起起伏伏 刚刚有2000人进我的房间 怎么突然间走了500人 就是你要怎么去抗压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她们很厉害的能力 用你的一首歌送给夏花女孩呢 送她们青春住了谁 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是有自己的经历 也许她们很年轻 但青春住了谁这首歌并不是 只是送给已经成熟了成长了的人 你正值青春年华也是很适合这首歌 其实我们都是需要过往的很多的堆积 才能有现在的自己 那你青春住了谁呢 那那个谁可能是一个人 可能是一个事件 可能是一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适合她们的